來到我們全新的系列就是 Green Monday 的素食 這個拉麵的菜簾是來自一部日本的動畫 和豆漿浸菜組合而成的 材料有豆漿、洋蔥、金菇、半菇、小菜和白麵條 先處理金菇 其實包裝這條線是讓你切掉的 這樣會有些泥在這裡 用水沖沖沖 然後倒出來養散一點 我們現在先煮一些熱水 然後煮麵條 我用這隻是日本的白麵條 因為這個清淡的菜菜 我覺得配這個白麵條會比中華的麵條更好 我這隻是比較粗的麵條 吃下去會比較煙韌 煮好麵條的時候 撈起來 剩下的麵條 剩下的麵條 可以用來煮一下 我們這些材料 我這次用的是一些溫室的麵條 煮一分鐘左右就可以拿起了 抹乾淨的麵條 之後就可以加一點油 然後我會炒一些洋蔥 我發現素食者原來是全數不吃得洋蔥 所以你們可能要減掉它 但是用什麼來開鍋 我就不太清楚了 先炒一些菇 我開始以為我的洋蔥是素食者可以吃的 誰知道是不行 那我放一些菇粉下去 提高一些菇的鮮味 因為多了一種菇就多了一種味道 好了 可以放一些豆漿下去做這個湯底 而我這隻豆漿是新加坡來的 特別香濃 如果你們喜歡的自己用自己做的豆漿更加好 放一些菜下去煮一煮 基本上都可以熄火焗它 基本上都可以熄火焗它 焗完之後呢 其實已經可以倒進去 因為我會帶飯 所以我會倒進溫燒鍋裡 帶走的 如果你們不需要帶走的 其實就可以這樣倒進去 或者本身這個湯 其實這個湯已經是一個菜 我們給大家看看 完成的樣子 大家看看